现在的马来西亚的航班还是没找到 但是有人说这机上很多的中国乘客 会不会是跟马来西亚还有中国的密谋有关呢 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 他们真的要放任有倒闭的危机 来造成这世界未来的发展吗 聪哥 我觉得如果以目前的这个情况发展的话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看来是遥遥欲坠 尤其他这几天在马来西亚股市里面是连续的大跌的状况 那如果以这个目前的赔偿金额的话 我认为说马来西亚政府必须要伸出援手 那所以可能会对马来西亚的经济会造成某些影响 事实上过去几年的话 马来西亚经济是表现得非常好 包括很多台湾人或是很多中国的民众 他们都到马来西亚去买了房地产 所以现在其实马来西亚最重要的外资的这个投资客的话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包括台湾或是中国这个市场 那这一次的话这个事件非常的敏感 尤其是说这一台这个班机上面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所以中国这一次就动员非常大的这个经历 在寻找这个班机到底到哪里去 当然现在众所纷纭 也有一说是说可能这个牵扯到 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乘客 可能是这个名字都还没被公布 也有人说这个会不会是这个中国内部 其实有一些这个所谓阴谋论在产生 到底是怎么样现在还大家还不清楚 但是大家很好奇的就是说 那到底我们还能不能够去马来西亚投资呢 事实上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 过去几年大家都疯狂喜爱了马来西亚的房地产 新加坡的这个官员或是新加坡的分析师说 马来西亚的这个房地产可能会面临一个高点的一个状况 甚至说我们知道这个礼拜成 美国又有所谓的QE要减码这些相关的问题 我觉得对马来西亚的政经局势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 尤其我们看到说尤其QE减码之后 我们看到说包括泰国已经出现这种政治不稳定的状况 事实上大家要注意到一点就是 马来西亚政经局势也不是非常非常稳定 尤其经过去年这个所谓的华人海啸事件之后 包括华人跟马来人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都攸关到马来西亚未来长线的政经发展的局势